? ? ? 大家好今天GSE Chrome 又和大家回到這個很美的 Heartland Village 正正屋院門口就是一個小橋流水及噴水池 這個應該是我看過八個屋院裏面最靚的屋院的門口 我們之前和大家介紹了這個屋院附近兩個城市 其中一個就是我們現在畫面面前的Fleet 和隔壁另一個城市叫做Farmbra 另外我們也和大家介紹了整個項目的發展計劃 和現在賣樓的最新狀況 大家如果想看回這段影片的話 也可以按右上角的連結 我們就進來看一個示範單位 是一個四房單位來的 屋形叫做The Elm 進來之後是很闊落的 左邊就是客廳 右邊就是飯廳 先看看飯廳 一個開放式的廚房 見到是很光亮的 有兩邊窗 那邊其實是鏡子來的 但他整個鏡子令到整個就好像變得三邊窗 變得好像很光亮 即是更加光亮 都是佩服的地板 都是佩服的地板 Ampico 會包了雪櫃 微波爐 爐頭 焗爐 好啊 還有一個Ditch Washer 這邊他現在就擺一張錄人的飯桌 再加上梳化可以在這看電視 招呼朋友其實這個位其實都幾好的 接著我們就去前面看下客廳了 客廳他只是弄了彈便窗但其實都算是光亮的 尤其是加了一塊大的鏡子 現在就放了一張大的L型的梳化 樓底都是大約兩米五左右 那樓下呢也都是有個的廁所 那個尺寸是幾適中的 還有呢有浪毛巾架 之後呢我們就上上面了 那這個呢可以說是Bedroom 2 Bedroom 2呢 你看到窗道幾大 那也是有個En suite的 那還有呢很難得地 Bedroom 2呢 那也有個Dressing Room 那這個呢就是Bedroom 2的En suite啦 那也是有窗啦 那有個浪毛巾架 不過我覺得浪毛巾架是小小小 那樓底都高的都是大約兩米五左右 那就是Walk-In Shower啦 那瓷盤都是大小都是幾好啊 不錯啊 那還有前面呢 又可以製東西啦 這邊呢還有一個櫃 那的 unlike they sleep 那靡個人呢就是 Lindsay bathroom bathroom 那這個用的料呢還蠻美的 那裏是鋯瓷子 那下面有大小窗呢 還有窗口可以開到 有個bath tub 那都蠻喜歡這個椅子,就在這個上面,就是後面,做個囊毛巾架 不用走出來,已經可以直打擾到毛巾,這個很方便 當然也是有個抽氣線的 接著的隔離 就是比較小的房間 前面你見到那個樹林,前面那條路,其實樹林那條路可以走過去country park 剛才見到不少人在那裡放狗 好了,接著再看看隔離這間房 這間房 這間房呢,我就覺得做office都蠻適合的 這邊也有個可以放的東西 接著之後呢,我們要上樓上 樓上呢,就好靚啊 給大家看一下有多靚 那整層都是一個主人房來的 那先看了 睡覺那邊 那張大的 應該都是king size的bath的啦 那你見到這邊 大的窗啦,跟著這邊呢,也都有窗的 那去到那個的對面呢 這邊的廁所呢,也有窗,所以這個單位呢 這間房可以說有三邊窗啦 那再加上dressing room 這個單位呢 都好像是幾靚 那除了泊台外,還有一個walking shower 那好吧那今次和大家介紹這個單位呢都差不多了 到最後呢看了這個Storage 那就是那個Cylinder 和Bola都放在這裏的 那之後呢我們就出來看下附近的環境了 那其實見到街道都很整齊一下 跟很多新樓的區不同 那些路面是完全地是很英俊的 那還有呢 樓與樓之間的距離都很多 那你見到其實這兩排屋之間都是中間隔著了一塊大的草地 那你都可以見到這些路面相對地比較闊的 那其實我們很少會見到一些的 住宅區裏面的新樓的路可以畫到線的 通常都是一些比較窄的路 那其實這個樓盤都很多香港人的 大概一半的居民都是香港人 那你說這個是不是香港村呢 那都未算是的 因為其實我也見過 另一些的新樓盤 那不止一半更加多都是香港人 那在圍板後面的呢 那就是第三期了 那巴克里發展商 除了買樓之外 那也都在屋苑邊做一些聯誼活動的 那平均每一個月 那都有一次的 不同的主題的聯誼的活動 那就可以建立這個 community spirit 那我們鏡頭前面那些呢 那就是apartment 那都有些大的balcony 那我們現在這邊 那邊前面那塊草地 那都是很多小朋友在這裡玩的地方 那就算在這個角度看回 那屋與屋之間的距離 也是相當之寬的 來今次介紹這個樓盤到這裡為止 希望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歡迎大家去comment 喜歡的like和subscribe channel 如果大家想透過英國道租樓 賣樓 裝修 甚至乎買樓 也都歡迎隨時找我們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